自从俄乌战争爆发,西方政府社会以战媒体的美光灯聚焦俄乌战场 与其说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他们觉得不如说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在中东,土耳其近日也派出了大批的突击队 特战队越过了伊拉克的边境,直撲伊拉克的北部费德工人党的基地 请注意在伊拉克的北部,如果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土耳其又是什么呢? 费德工人党成立在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亚交界处费德人聚居的地方 建立独立国家,他们的武装人员现在主要聚集在伊拉克的东部和敘利亚北部 伊拉克的北部和敘利亚北部 土耳其将这个组织当成恐怖组织,多次越境打击伊拉克和敘利亚境内的费德工人党 初步统计显示自从土耳其和费德工人党吵架之后 至少一万多名费德武装部都被打死 一千多名的土耳其 一千二百多名的土耳其军人阵亡 按照土耳其国防部的说法 今次的代号叫爪锁的军事行动 伊拉克北部的费德工人党的避难锁 掩体、洞穴、隧道、弹若库和总部等 都被土耳其军队一一摧毁 期间有十九个武装分子失望 四名土耳其士兵受伤 土耳其国防部长胡鲁西·亚卡尔在4月18日说 土耳其英勇突击部队和律式贝雷姆 在攻击直升机、无人机的支持下 通过陆路和空中抵达现场 并且捕获确定的目标消灭了很多恐怖分子 按土耳其的说法 跨越边界、跨越国界就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 根据俄新社19日报道 伊德克外交部已经发布了消息 召见土耳其驻伊德克大使 就土耳其在伊德克北部的军事行动 递交抗议召会 然而大家都知道 若国无外交 就算伊德克抗议有什么用呢 而事实上土耳其都不时派军机、突击队 越境进入赘利亚和伊拉克的国境 对赘利亚武装部队掃党成为了中东常态 比如2019年土耳其的大军越境进入赘利亚 对当地赘利亚武装部队大打出手 上千名赘利亚人战死了 最后土耳其就在赘利亚的境内建立 是赘利亚境内 建立30公里的安全区 设立了12个观察哨站 大批的惠德人都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园 既然战场是血腥无情 侵犯领土是不应该 为什么暂时好像没什么看到 欧美有强硬的表态呢? 有分析相信按照以往惯例最多都是呼吁各方克制下 始终土耳其也是美国的北约成员国 我强调美国是有制裁过土耳其的 但理由当然不是那些什么 土耳其跨越边界 侵犯了敘利亚和伊拉克主权 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购买了和北约系统不兼容的俄罗斯 防盗系统S-48 这个制裁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到美国真是这么好人 为了国际的人都施意援手 目前也好像不多见 欧美等国制裁土耳其 可能会说土耳其也是进行反恐 跟俄罗斯的侵略不同 但其实什么叫恐怖分子怎样定义呢? 是美方 土方 还是俄方 如果恐怖分子只是说那些 为了达成宗教政治 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 去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 亚畜形 以及乌克兰的政府军 含合资格大家去定断 再和大家分享几则近日的新闻 第一次就是这一宗 乌克兰被指疑似用了国际禁用的武器 纽约时报19日报道 我强调不是俄新社、塔新社、环球时报这类 是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报道 他说有证据显示乌克兰军队动用国际禁用的集束弹 并且在乌克兰的文宅旁边引爆 假设这可能都是媒体 遥传、未经证实 我们看看第二件事 多宗报道显示 乌克兰军队有联络俄罗斯军队士兵死者家属的做法 早前网络上有一段视频我们也分享过 有乌克兰的亚促营的军人 从一个阵亡了俄罗斯军人的围体上面 拿了一部手机 并且透过视频对话 联络死者家人 当对面的母亲 俄罗斯的妈妈想看看她的儿子 她说 你儿子已经死了 她想看看她儿子的遗用 亚促营的份子就说 你儿子的尸也不完整 只剩下半身和脚 手机从尸体残缺的手臂拿到 野狗就会吃了你儿子的尸体 是否一个正常人的做法 不单是军人 就连官方都用美国clearview AI公司捐赠的淫念识别系统 去掃描 阵亡了俄罗斯死者的恋报信息 确定他们身份 甚至 将部分阵亡士兵的遗照 发送给他们的家人 华盛顿邮报就形容 这可能是一个人念识别技术 阿金为止最令人无骨悚然的应用 华盛顿邮报也说 乌克兰的副总理 就是斐多罗夫 就说这个是出于对那些阵亡 士兵母亲们的礼貌 乌方社交媒体就会发布这些讯息 至少是令到他们家人知道 已经痛失了你的儿子 然后让他们可以领走他们的尸体 老实说 我是俄罗斯的妈妈 我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领走尸体呢 第一你一定没有保存尸体的设备 老实说你有什么 这么经兵方马乱的时代 你怎么保存我的儿子的尸体呢 第二就是 我本人过来 在这一撒纳过来 你会不会侵害我的人权呢 我会不会连一条命都没了呢 他就说 斐多罗夫说这场行动目的 只在向俄罗斯公众说明冲突的代价 打破这一场没征兵没人死亡 特别军事行动的迷思 直到目前为止 乌方宣称有至少 8600名阵亡的俄军士兵 练步信息已经被掃描了 其中有582人的身份是被 确认的 老实说也没有人说没有人阵亡 俄罗斯国防部也承认了有人阵亡 第二就是如果你说 纯粹想确认他们的身份 方便他们领取 儿子的遗体 你大可以整个网站 或者Facebook那里发布 或者怎么也好 你可以贴出来的 你不用主动去打电话 或者用各种社交媒体 联络死者家属 还要发违照给人的 这个做法有没有道德呢? 大家判断 英国监控技术研究人员 克尔向华盛顿邮报 采访时质疑乌方的做法成效 指责乌方主动联络死者家属 就是一场典型的心理战术 可能为未来的军事冲突 定立危险的标准 他担心当俄罗斯的家属看到这些相片的时候 会认为乌克兰人是无法无天 残酷无情 竟然对他们俄罗斯的小朋友 或者他们的儿子 应该说都长大了 做出这样的事 有军人约囚公开处刑 就拍上网 有医院的负责人就说要将受伤 俄罗斯军人的子孙筋撤走 其实对俄罗斯而言 要实现这个去纳水化 穆克兰亚速刑技 有可能在他们心目中 都是恐怖分子 极端分子 怎么定义呢? 最后有三点要说 第一是不得不佩服 土耳其的狠压的手腕 俄乌冲突爆发 土耳其亡前亡后 居中滑船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跟他做交易 挺厉害的 俄罗斯跟他做交易 乌克兰就拿了他们的 土耳其拿了无人机 炸死了俄罗斯军人 土耳其两边都很吃香的 而土耳其埃尔多安也是个狠人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越境 进攻伊拉克 悔得武装分子的大本营 大家知道埃尔多安也挺狠的 第二就是美国 美西方的商标 同样是打仗 但是对土耳其的出兵 西方好像不太感兴趣 如果你说侵犯这个领土就是侵略的话 土耳其出兵 你说是一个反恐跨境行动 但是人家 伊拉克也好像没有同意的时候 说你起码要征求人家伊拉克同意 突然间跨境的时候 这样难道不是侵略吗 第三就是 不得不感慨 今年就是一个兵方马乱的时代 2022年也是过了四分之一 已经有多场的战争 除了乌克兰之外 也有也有也门 巴勒斯坦地区 最近也不是太平 土耳其近日有越过边界 伊拉克的边界 掃挡惠德武装部队 和平真是不宜 然后说第二个话题 为什么俄罗斯军队打了这么久 都拿不到马里乌波尔的亚速营的部队 马里乌波尔这个原先也不是很起眼的 乌克兰的城市近日也吸引了 全球的目光 乌克兰的外长傅列巴 在17号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向俄罗斯喊话 马里乌波尔可能是一条谈判的红线 俄罗斯如果一旦跨过 跟俄罗斯本来就很困难的谈判就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其实两边都不是很想谈 大家做表演而已 你看到 扎尼斯基说串土必争 他明知道 打了这么久 俄罗斯明明就不会 什么都不拿走 一定要达成某些政治目的 你又串土必争 其实你也不是很想谈 而且不断地变立场 俄罗斯也是 大家都是做表演而已 怎么会不殲灭马里乌波尔这么重要的 城市里面的亚速营部队呢 俄军不为所动 18号已经恢复了对该市的乌冬的关键 据点的亚速钢铁厂的攻击 这个就是乌军亚速营最后在该处的脑巢 外界的奇怪就是 为什么爆发战争这么久 为什么好像也拿不到这个城市呢 因为俄乌冲突初期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的军队 多条战线全面开花 结果就没办法在马里乌波尔的方向 形成一个兵力的优势 只能采取一个包围的战术 乌克兰方面就说 俄军在 3月2号 彻底封锁了这座城市 之后一段段续续发动了一些攻击 直到3月中俄罗斯军队 3月中 2月底到3月中已经搞了三个星期了 俄罗斯军队才开始调整部署 将车臣部队投入到马里乌波尔的成战中 4月初马里乌波尔中部主要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战争的重心转到港口和南部的压速钢铁厂 尽管俄罗斯军队用了各种武器 但是迟迟就拿不到突破性的进展 分析认为造成这个局面 首先是现代城市巷战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城市高流临纳 这些建筑都成为防御坊天然的雕堡 城市内的直视距离也很难 因为太麻烦 重型火炮的射程优势很难发挥 防御坊通常都会修建了大量的地下通道 交通豪 利用了几方熟悉地形优势进行攻击 不要说装备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军队 当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也试过有独头痕 因为他对付一些缺乏正规化训练的反美武装的时候 他为了对抗也要专门修建一个特殊的训练营地 进行强化 后来也被人说 这场战争对美国而言不是好事 对中国有人说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本身美国应该将军事的扩张 集中在大国博弈的火力上 但是反恐的爆发 反恐战争的爆发 令到他将重点聚焦在殲灭恐怖分子 令到中国有发展的机会 这是一种说法 俄罗斯军事专家德美特里就说 俄军对马里乌波尔进攻不力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军队和邓尼茨克的武装分子 没有城市巷战的经验 即使拥有敞利亚作战经验的俄罗斯军官 也承认马里乌波尔的情况有所不同 因为在敞利亚虽然建筑物比较密集 但是楼房的层数是低一些的 在这个情况下 巷战前准备 进攻方是要花点时间的 其次俄罗斯军队不单缺乏专业的训练 亦缺乏城市航战的专业白装备 你看到美国军队自己也要特意去 整一个营去训练军人去做这件事的 在这次俄乌冲突 俄罗斯军队的不少坦克在城市里面 遭到伏击 重要原因也是 步兵和坦克协同欠加 也有说法就是 坦克越来越不重要 基本上你这么大的目标 又行得又慢 别人拿一架无人机 直接自杀式 带上炸弹撞到坦克里面 坦克就可能玩完了 或者 他拿一枝飙枪导弹 偷偷地躲在你背后射射 坦克又玩完了 所以坦克这个装备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 发挥的功效可能会越来越小 第三就是乌方抵抗意志都比较强 因为马里乌波尔首位的主力都是亚速营 常年作战经验丰富 亦都是一个亚速营驻驻驻的亚速钢铁厂 就是乌克兰最古老的黑色 连金厂 成立在1933年 整个厂区面积 近11平方公里 苏联时期这里有41个车间 80个大型厂房 现在这些设施都被乌克兰军队改造成防御用途 指挥部 仓库和军营 其中部分的运营土掩体 厚达3到4米 常规打击是起不了作用的 顿尼茨克的领导人丹尼斯也透露 亚速钢铁厂地面之下 地底有6层的地下设施 6层 而且有人说地底是连车都可以通用到的 四通八达 可以自由移动的 西方观察国家认为 除非俄罗斯军队动用化学武器 否则很短时间内都没办法清理 躲在地下公事里面的乌军 此外乌克兰军队背后也有北约部队的情报支援 俄罗斯不单止要和乌克兰打热战 也要和北约打情报战和信息战 也有俄罗斯军队总结 俄罗斯军队说他现在得出的结果 就是我不用这么急于进攻 我只要切断你和外部人员物资補给的供应 你外部就没办法派完去支援你 也是一种方法 俄罗斯军事专家德米特尼也说 即使俄罗斯军队不发起一些激烈的进攻 但由于对手每个小时都在消耗弹药 就因为外援補给中断就没什么可以補给 乌克兰的士兵用完了手榴弹 这是城市战争里面不可缺少的工具 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弹药和反坦克武器的補给 这个注定他们的败局 他了解乌克兰政府就说 俄罗斯克尔弗斯有平民在工厂的事实 声称准备从天而降 扔三吨重型航空炸弹 将亚速港铁厂移为平地 不知道是不是属实 我们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这就是我下半期的分享